鲁国著名的贤是阎辉 一级阎冤 是孔子早期的学生 阎辉为人忠厚老师 追随孔子多年 协助办学 深受理重 一日阎辉拜见孔子 说是要出远门 特来辞醒 孔子问 去哪里 阎辉说 去魏国 孔渝问 去那里干什么 无 阎辉说 我已打听确实 魏国现任君主 年轻气壮 作风独裁 处理国事 极不慎重 又听不尽任何批评 还特别爱打仗 不顾士兵死活 一仗打完 抛尸满城 多如林间野草 魏国百姓走投舞 路了吗 记得老师你说 辞别已知之国 报效紧乱之邦 好比医生开业 专门救死扶伤 我要听从老师教导行事 但愿这次去了 能医好魏国的绝症吧 孔子说 嗨 你是想去挨叶刀呀 医病人 治乱国 都要凭自己掌握的道理 掌握道理必须一元化 不要多元化 道理多元了 自相矛盾也就多了 自相矛盾多了 自我干扰也多了 自我干扰多了 自己顾虑多了 自己顾虑多了 救人救国都谈不上了 古代圣人 先是字 即掌握统一的道理 后续帮助别人走上正道 先立己吗 后立人吗 你现在自己掌握的道理 尚未统一 哪有功夫去纠正暴君的行为 再说你阿姨 也该懂得 一个人的德行 为什么会传播开去 一个人的智力 为什么会显扬出来 德行传播开去 是因为他贪爱美名 智力显扬出来 是因为他喜爱竞争 都变成凶器了 绝不可能用来实现 救国的暴富呢 孔子又说 况且 像你这样的人 德行稳重 信用可靠 名声好 又不喜爱竞争 未必能同对方气味相投 两心相印 如果硬要当着暴君的面 抬出任意拉法 直拉那一套向他推胶 等于用他的丑恶 衬托自己的美善 他会骂你害人精 害才施交反遭他人害 你去了 恐怕也会遭人害啊 况且 像伪君那样的人 如果他爱贤士 恨小人 那他手下闲事已多 用你这个闲事 与用那些闲事 有什么区别呢 又何必非用你不可呢 如果他确实听不尽任何批评 那你最好闭嘴 否则他会存心 招岔子童年斗罪境 到那时候 你被 斗的头晕目选 还必须做出 喝颜悦色的样子 收敛慈风 转为首饰 低头做功顺壮 违心地迁就他 这是输送燃油救火 凿开水库 抗洪 所谓诸咒为虐事业 第一回迁就他 你就会第二回 第三回 没完没了地迁就他 违心地大宋 齐倩稳定的鱼词 魏国一旦出事 他一定会抛你到前面 去做牺牲品 承担他的罪责 你就完了 孔子又说 古时最著名的两个暴君 一个是下朝王国之君 下杰王 杀了大臣 关隆冯 一个是上朝王国之君 咒王 杀了叔父 比干 这两位贤臣之所以被害 是因为他们都努力修身 进兴治国 以臣辽的身份 去安抚君王的百姓 越位了 惹得君王不高兴 两位贤臣 有高尚的品格 映照出节奏的丑恶 所以非被干掉不可 贤臣爱鸣不用说 连暴君节奏也太美名了 远古时最著名的两位明君 一位是姚帝 讨伐从国 知国 薛傲国 一位是下语王 讨伐有护国 四小国惨败 国君被处斩 国民全家死绝 国都以为废墟 就这样讨伐者还不肯 封刀停战 还要尽量扩大战果 捞得更多更多 贪美名 求实力 结果竟是这样啊 这些故事你恐怕也知道吧 名利的诱惑力如此之强 圣人如谣如语都难以抗拒呢 何况你呀 当然 你要去救正为国的宝君 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说给我听听吧 严徽说 为人正直而又谦虚 做事勤勉而又忠实 这样事后为君 行吗 孔子不以为然 地无了一声 说 这怎么行 那家伙一肚子阳刚之气 气焰高张 忽喜忽怒 脸色说变就变 常人谁敢违抗 是用好言好语去感动他 他就瞎以前置 叫你闭嘴 不敢进见善言 这样他才活得快一趁心 所谓日行一善 哪怕是一小善吧 他都做不到 何况大善呀 你要引他向善 他却顽固不化 表面同意而内心不采纳 你要去纠正他 如何办得道哟 颜回说 正直谦虚 勤勉忠实 如果这样不行 我就改变策略 一是内心之梗 固守原则 二是表面屈从 顺令现实 三是援引历史教训 借骨渐金 内心之梗的人 认同于自然 认同于自然的人 相信君臣都是自然之子 天生平等 既然天生平等 谁有话要说 那就说吧 何必要求他人 说我说得对呢 又何必建议他人 说我说得不对呢 一个人保有这样的心态 大家叫他天真老儿童 他便做到认同于自然了 表面屈从的人 认同于社会 认同于社会的人 是自己的行为顺应现实 双手高情护板 两腿长跪 折腰扣头 公行臣辽之理 大家都这样做了 我敢不这样做吗 一个人 只做大家都在 做的 谁也挑不出他的披露来 他便做到认同于社会了 援引历史教训的人 认同于古代 认同于古代的人 像君王进建言 虽然满口教条 但是有地方是 说到痛楚 而且说的一切 全是古人早说过的 不是我发明的 您能奈我何哉 一个人 忠心耿耿 借古建金 直言而又不惹麻烦 他便做到认同于古代了 以上三条便是我的策略 我若这样事后为君 该喊了吧 孔子不以为然地 无了一声 说 这也不行呀 对待为君的这 一套策略大繁琐了 太模式化 很不灵活 你的设计虽然笨 但是实践下去 不会被自己惹麻烦 倒是真的 不过 不惹麻烦 也就到此罢了 哪能收到 纠正的时效呢 还远的很 我看你还是个 想当然有 严徽说 我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了 赶请老师指点吧 还有什么好方法 孔子说 摘 也就是大扫除 做清洁 等你清洁了 我才告诉你 怎样对待 魏国那个暴君 现在不行 现在你心中堆满 想当然那些 常见的垃圾 不扫除想 当然的成见 就去纠正魏君 你以为做起来很容易吗 轻举妄动 老天爷不允许 严徽说 我家贫穷 下酒不婚几个月了 身体已经清洁 这可以当做已经摘了吧 孔子说 你这是寄什么摘 不是心摘 严徽说 赶请老师讲明 心怎样摘 孔子说 来一番心灵的大扫除 首先你要做到意念专一 停止游思浮想 然后关闭听觉器官 不用耳听 尽用心听 用心听就是用意识 去知觉外界的存在 然后断绝意识活动 不用先听 尽用气听 用气听就是用灵魂 去感悟到的存在 为什么不用耳听 因为耳的功能有限 只能响应声音 为什么不用先听 因为心的功能也有限 只能响应存在 气 一节灵魂 那是一片光明的空虚 功能特异 能容纳大间世界 心灵空虚清洁 扫除了想当然的成见 秒到来即 你变悟了 我说的心摘 就是使心灵空虚 保持清洁 言回受教 攻进而退 几日之后 来见孔子 说 进入心摘状态以前 我总想到自己 那时人间有个言回 逐渐进入心摘状态 我便忘掉自己 这是人间没有言回 我是心灵空虚清洁了吗 孔子说 你达到心摘的要求呢 现在告诉你怎样对待 魏国那个暴君 作为客卿 进入魏军的小圈子以后 不要争取名誉地位 他若听得入耳 你就明放 听不进去了 就闭嘴 不要没门户 不要住堡垒 目的专一 不要三心二意 发言 行事 要让人知道 你是不得已的 这样就差不多了 孔子又说 你想不留脚印 可以 乘车旅行 你想脱离大地 恐怕永不可能 社会压力使人表假态 自然压力使人现真行 鸟有翅膀 飞得快活 鸟无翅膀 怎能飞啊 人有见识 懂得许多 人无见识 懂个什么 请在窗外停留 且向室内瞻望 满屋家具已经搬走 空荡荡的一间闲房 白晃晃的一片阳光 静悄悄的一看吉祥 正如心灵 打出垃圾之后 虚极生智慧 空旷生明朗 如果拒绝扫出垃圾 一天到晚 游丝浮响 意识活动非常匆忙 心灵内塞得满满 照步 入一线阳光 愚蠢 黑暗 诱惑 不详 所谓坐池 就是这样 孔子最后说 一个人 关闭听觉器官和视觉器官 隔断外界 潮潮嚷嚷 形形色色的干扰 求得精神上的宁静 耳向内听 目向内视 直通灵魂 同时扫除大半生积累的响 当然 那些成见的垃圾 他便获得空虚清洁的心灵了 鬼神都愿与他喂灵 何况人呢 岂止人 连动物也会被他炫化呢 远古的好帝王 史前的大酋长 推行兴斋 亲身实践 建立了理想国 兴斋计 能安邦治国 作用非凡 身无关职的人 用来立身处事 效果当然更显著了 楚国的神子高先生 有名朱良 在叶县做首席长官 人称叶公 他奉楚王居合 将要出差齐国 办理外交事务 行前 他来请教孔子 说这次出国任务很重 齐国接待我的规格可能很高 但是在谈判过程中 对方一定会设置障碍为难我 我这个人 老师是了解的 说服一个平民都多困难 何况要去说服七王 他是周天子下面的东方霸主 难啦 我真 害怕 老师对我说过 帮助合适 不论大事小事 都须费口舌 说得对方高兴了 才能成功 这话真对 现在我怕的是不成功 回来要受政治处分 癌症的是我 就算成功了吧 想想谈判桌边忽喜忽怒 心中德士交战 体内阴阳失调 种下病因 受害的还是我 干这些差事 成功不成功 都要受害 不受害 除非请德才兼备的外交家去干 从接受任务的那天起 忧愁伤胃 我便简化膳食 烧烤一概罢免 竹子不再苦热 当天 夜晚心头焦得 火寥寥的难受 饮凉水加冰块 这是内热病的症状哟 人还没有踏上齐国的土地 谈判桌还没有看见呢 我就患得患失 体内阴阳失调 病相总生了我 谈判桌上如果败了 回来彻职查办 我便挨定了双份诊 我为人臣 德才都差 挑不及这一副外交重担 老师该教我怎么办才是 孔子说 世界上有两类行为准则 人人必须遵守 第一类是由自然决定的 第二类是由社会决定的 为人子的敬爱父母 这是人的 自然属性决定来的 恋亲情结深藏在心 神也解不脱的 为人臣的是后君王 这是人的社会属性决定来的 走到哪里都有君王 天地间是无处可逃的 这两类行为准则是不可违抗的 为人子的敬爱父母 不论自己从事怎样的职业 高也好 低也好 都应该尽心做到纯孝 为了臣的是后君王 不论自己领受怎样的任务 重也好 轻也好 都应该尽力做到纯忠 忠忠孝子之外 还有那些特别注重内心修养的人 超脱了世俗的荣辱观念 但也顺从前面说的两类行为准则 尽心尽力做到忠孝 心中明白这是莫可奈何的事 他们这样做了 便是道德境界极高的人了 为人臣 为人子 都是不得已的 由不得人选择 所以 尽忠尽孝 应该不顾自身安危 哪能贪生怕死 先生出差齐国 我认为应该去 孔子又说 出国办理外交 回国处理内政 以注意三方面 第一 传话要传真 一般而言 两国交往 若是近邻 就得靠信用去谋求亲善 若是远隔 只能靠言语 来表达忠心 处其远隔 言语必须派使程序传递 两国关系如果万分友好 或者万分仇恨 都会难话传话使臣 这是因为 万分友好必然 多说限于的话 万分仇恨必然 多说诽谤的话 总之是过头话 凡过头 皆四谎 慌惑的可信性大成问题 大成问题的话 谁传了谁遭殃 所以古人留下格言 传话传真言 真言很一般 传了过头话 自己惹麻烦 第二 有时又有中 看看竞技场上的角斗时 开始是阳谋 堂堂正正 功夫过硬 最终是阴谋 偷偷摸摸 诡计多端 因为要斗过够 所以是出歪拳鞋腿 在看看宴会厅里的饮酒客 开始是讲理 斯斯文文 我敬你请 最终是乱套 嘻嘻哈哈 手抓脚踢 因为要喝个够 所以陷入胡闹狂欢 世间许多事情都是这样 岂止决斗 岂止饮酒 有些事情 刚开始时显得美妙极了 到最终时弄得恶劣透了 还有些事情 开始简单 轻而易举 最终复杂 难以完成 所谓有始无终 指的就是这种情形 第三 做事误过 分 说话只是刮风 波送空气罢了 不会产生影响 尽管说吧 如果你说了 底下就照办 立即行动 实质投入 问题就变麻烦 所以 风一刮就可能引起动荡不安 坏说就可能有人付诸实践 跑去冒险 那些片面之词 巧遍之言 底下照办 正好把民间的愤怒点燃 被猎杀的猛兽 死到临头 喘息怒口 恨不得咬人一口 严厉苛刻过分 民间必然萌生不良意识 形成对抗局面 而那些当官的还不晓得 自己已经面临危险 连自己的危险也不晓得 谁还晓得他们将来怎样呜呼哀哉 所以古人留下格言 政策向下传达 不要层层加码 百姓负担已重 不要变相逼他 和那过分之水 必定慢一成灾 层层加码 变相强迫 要坏国家大事 国家要办好 费时间 够你累到老 国事弄糟了 你想改 时间没有了 唉 能不谨慎些吗 孔子最后说 身处乱世 还以顺应环境 悠哉悠哉 该做什么才做什么 不要多事 以求安宁 做到这一步 也就到顶了 至于齐国将怎样对付你 你回楚国后怎样交差 何必欲做设想 与其欲做设想 苦了自己 不如恶关系 认了天命吧 当然啦 这很难 鲁国贤是严和接受了 为国的聘请 来为国担任太子的专职老师 名义上是辅导 实质上是事后 太子是国君的接班人 所以事后太子 担任他的专职老师 登与入了他的影子内阁 地位重要 是官员 绝非交书奖 严和到了卫国 才打听到这位太子很难事后 便去请教著名的贤大夫 徐博裕先生 说 假设有那样的一个人 我得去事后他 而他天性残暴 很难事后 本想放弃原则 先救他吧 我又怕国家受害 那就坚持原则 扶导他吧 我又怕自己受害 说他愚昧无知 也未见得 不过他的那点聪明才智 不多不少 刚够用来发现 并承办下级的错误 至于犯错误的责任 该谁负 是该下级负呢 还是该他本人负呢 他就永远弄不明白 也不想弄明白了 遇上这样一位小霸王上次 我该怎样事后他呀 徐博裕说 你问真 妙妙 谨慎些吧 站稳脚跟 外貌最好是亲近他 内心最好是顺从他 这样做了 免受他的残害暴虐 不过又有新的麻烦 亲近他 可别投靠进去 上了他的贼船 顺从他 可别显要出来 成了他的帮凶 你投靠进去了 不但玩掉脑袋 还会弄垮国家 你显要出来了 不但搞臭名声 还会流毒社会 他无知像婴孩 你也来小儿科 他不摆关架子 你也别敬畏他 他放当不受管 你也去凑热闹 总之 猫猫顺着抹 引他走正路 儿 不要触犯他 你看螳螂 大路上爬 爬路折槽 怒惧双臂 不怕车轮来呀 满以为自己力量非常大 螳螂具有优秀品质 真勇敢啊 你是显示 品质优秀 谨慎些吧 可别自己勇敢比螳螂 触犯那个天性残暴的小霸王 美好下场 你伺候他要像伺候猛虎那样 饲养员为什么不用活物喂虎 怕虎扑杀活物的时候又发怒 回归爆裂的天性 为什么不用整体喂虎 而要切成碎块在尾 怕虎啃整体的时候又发怒 恢复残酷的本能 虎有虎 那鸡宝 公善必须守时 虎有虎的喜怒 疏导必须有数 虎与人不同类 没有共同语言 那为什么虎听饲养员的招呼 还向饲养员献媚呢 顺向辅导了吗 那为什么虎又扑杀人呢 逆向触犯了吗 方法对了就是顺向 方法错了就是逆向 有人爱马入迷 在马屯悬持南国的竹边框 在马跨悬挂东海的大棒壳 竹边框乘马时 大棒壳乘马尿 都是高级享受哟 文盈飞扑马背 爬来爬去 马迷急忙轰打文盈 这样体现他的爱心 殊不知 一轰打 马受惊吓 正断闲铁 刺伤马头 撞破棒壳 割伤马胸 马迷的爱心已经到顶了 但是爱的方法错了 方法问题难道可以不注意吗 木匠师傅 名时 人称匠匠 带土地路过齐国的曲员 看见土地妙前一颗神木 是历数 很大 树关横称 能鹰壁几千牛 财身粗巨 腰围百尺 树瘦高 七山顶 树身离地面八十尺财分差 树大裁风 足够造船十艘 大理树所在地成了旅游热点 拜神木的游客多如即逝 将士忙着赶漏 无 欣喜看神木大栗树 土地榴莲树下 绕树徘徊 看得心满意足 才跑去追师父 他说 土地提府 我本跟随师父 走过不少地方 从未见过这样好的树材 师父不肯留步看看 只顾敢漏 为什么呀 将士说 罢了罢了 那是坏木 不值一谈 坐船容易沉 坐官很快朽 坐家具会破裂 坐梦要一枝叶 坐主要朝白矣 不成材的坏木啊 毫无用处 所以长寿 活到现今 降时回到住处 大理术夜间来闲梦 说 你要我像什么 看齐呀 像家木看齐吗 山楂树拉 梨树拉 局树拉 又树拉 都是家木 能结家果 甜瓜之类 不是木本 也结家果 果熟了 遭剥夺 受侮辱 大只折断小只眼 能结家果 大有用处 结果他们苦了一生 天年都未活满 就断命了 不是世俗糟蹋他们 是他们做了家木 自讨打 世界上的东西 因为有用处 所以自讨打 比比皆是有 我这一生 从做小树起 努力做到毫无用处 多次犯险 差一点就丧命福奔 死于你这一类木匠之手 现今 我总算做到完完全全的无用了 连你都明白我的无用了 这对我说来就是大有用处了 如果你这一类木匠夸我有用 我能长得这样大吗 我晓得 你是人 是动物 我是树 是植物 你和我 非同类 但是我们都是造物主的作品 都是物业 你有什么资格品评我 断定我不成才 是坏木 你 死去不远来的一个坏人 也能准确地品评我这一颗坏木吗 将士醒来 对徒弟讲了梦 徒弟质问 他说了要做到毫无用处 为什么又冒 冲神木呀 将士急忙摆手 禁止徒弟再讲 似乎害怕大理术听见了 巧声说 绝密 别拿出去讲 他本来不愿意充当神木 不过是借房子多余罢了 他若听见你刚才的责备 会认为你不够朋友 再辱骂他 当初他若不投靠土地庙 充当神木 挂一个保镜安宾的狮子 恐怕早已被乡民看作柴烧了 何况他保全自身的方法 据我看来 显然与众不同 蠢物以为有用就能保全 惠物以为无用就能保全 而他 身处有用无用之间 赖 以保全 剧独创性 你用道义去衡量他 太不沾边了 南国紫棋先生游览颂国的商丘 看见丘上一棵大树 估计是千年前商朝的旧物 树的形态古怪 不知树名 给人以神秘感 树像亮音广布 若躲炎阳 可停牵扯 紫棋问 这是什么树又 树才一定非常好吧 游客摇头都不晓得 紫棋扬脸观察之科 全是扭曲的 不能做栋梁 低头又看崛起的根部 原来是转心木 木门绕旋 如搓麻绳 而且木质疏松一脆 不能做完 更不用说做家具了 伸手摘叶 甜甜 辣似或少 秀秀 昏似旧醉 过了三腰 舌尖还溃烂 头还晕 可见这种树叶 不能带梁旧荒 不能人要治病 真是叫了 紫棋求医 看口腔磕 紫银紫探 坏木柳 你真不成才 叶子都伤人 所以活千春 树顶高人云 你已做到无用处 但又有益于路人 言下免费送良音 躲在有用 无用之间 保全你自身 既做老神仙 又当大圣人 由于舌尖溃烂 致使语言含昏 一生以为他在说病 宋国有个金家连厂 土质一载丘版三三种树 都是家木 用途甚广 这三种树的木材很畅销 结果是大量砍伐 腰为小的树 砍去做捕龙 供应猎猴户 腰为中的树 砍去做栋梁 供应建华宅的爆发户 腰为大的树 砍去做巨棺 供应半丧式的桂冠富商 那里的秋白桑三种树 天年都未活满 就吃腐奔短命了 这是家木成才反遭害啊 不幸请看戒电黄河 戒瓶角珠不用翘鼻孔的 用牛不用白额头的 用女不用生智疮的 沉落滔滔着 浪 送给何博享受 选猪选牛选女人的这点常识 低级神职人员都懂 说那很不吉祥 但在神人看来 便猪有了翘鼻孔 便牛有了白额头 便女人有了痔疮 不会送去沉喝淹死 那才是真正的大吉祥啊 残疾人之离书 性之离 意思是缺损不全 明书 意思是稀松无用 不幸的之离书天生畸形 驼背勾腰 致使下额靠拢肚脐 肩膀高过脑顶 颈椎突出 指向天空 五脏处于高位 两腿贴着胸膛 够可怜了 好在手下心灵 替人放 逢喜喜 便能养活自己 替人补风算命 兼可养活食人 光复招募兵了 直离书在招兵战外 寄来几去 挥避高呼爱国口号 不怕送上前线 光复贪派劳悟 直离书也不怕 因为残疾免派 官府抚恤贫定 直离书能领取你 的金开石捆 比谁都多 形体缺损不全的人 仍然困下去 活满天年 何况非残疾的常人 只是才干缺损不全 会活不下去吗 大离书不成才 是坏木 假借神木之名 活得尚好 无名古术毫无用处 也是坏木不假 借任何美名 同样活得尚好 何必做家木 年轻轻地死于府奔 猪翘鼻孔 牛白额头 是坏处 女人生了痔疮 是坏女 何必做家处家女 淹死在黄河 支离书残疾 是坏男 活得尚好 何必做家难 被送上前线 或终身劳苦 不得安闲 鲁国圣人 孔子官运欠通 受到排挤 从高位跌下来 愤然辞别 故国故乡 愿由西方的楚国 他想凭着自己的名声 博得楚王的眷顾 实践儒家的正纲 到了楚国 他才明白 这里也是乱世 并不比 故国好 一管闲住七八天 不见楚王派人来请 他也非常苦闷 这天早晨 呼听一管大门外闹闹哄哄哄 便去楼头俯视 剪接上一男士劈发响 脚正在跳舞 众人笑血欢呼 那男士一抬头 瞥见孔子 便仰天唱起悲怆的楚声 歌曰 大鹏阿南飞的大鹏 你的翅膀摔弱皮笼 再也飞不上九万里的高空 美得沦落 受安却的嘲弄 未来的新世界到底在哪里 你望望不见 眼前雾蒙蒙 史前的理想国到底在哪里 你追追不回 乃是一场梦 天 夏成清 正道执行有麒麟 圣人治国尽忠心 创造文明 天下混混 歪到横行都宵敬 圣人逃国隐山林 保全幸命 惊逢乱世 处处荒居于宁臣 圣人 你不挨刀 已是万幸 无用是福 劝你休息 难道这有什么不容易 有用是祸 笑你执迷 大难临头不肯避一避 飞回去 飞回去 由于宁兰人